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癌症,它都是,那你都能够找到这种有意义的突变的,或者说能央有的突变的,比方说像乳腺癌,乳腺癌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它的,它的这个诊断分型以及预后的指标,全都是RNA指标, 它跟基因突变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比方说很经典的21基因的这种测试,它的21个基因的表达可以进行分型,可以进行预后,也可以进行用药的指导,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呃,许多癌症,许多种癌症,它的这种属于突变率,mutations per megabase,就是每造基因组上面,它能够检测出来的这个突变有多少个, 我们可以看见,像比较高的melanoma,最高的这个melanoma,是黑色素瘤,就,就是那种皮肤癌,塞亚塞多了的,啊,欧美人里面特别多,这个东西,而且恶性能够非常好, 这是突变率目前是最高的,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呃,肺癌,这是肺磷癌,然后肺腺癌,肺腺癌,肺磷,这个肺磷癌,这个肺磷癌一般是什么呢,抽烟的,吸烟值,容易得肺磷癌, 肺磷癌一般是Keras突变,目前来讲还是没有,没有药可以制的,呃,2014年有一个台湾在研发一个新药叫安卓剑,是针对Keras突变的,在做二期临床,不过此后一直没有进入三期临床的任何过程,所以很显然这个药目前可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然后呢,呃,肺腺癌常见于什么呢,常见于被动吸引者, 接二人,别人抽烟,你在旁边,这种情况往往是什么呢,你在,这个中国的女性,有百分之,呃,中国女性的肺癌里面,大概是可能百分之六七十是肺,肺腺癌, 那为什么呢,老公抽烟,然后我们再看,bladder,这个是膀胱癌,膀胱癌的主要的危险因素也是吸烟, 然后,胃癌,胃癌的主要的危险因素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是食物,压销,压销胺,压销胺,这样的致癌物,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油脉螺旋感菌,对吧,这个大家目前都比较知道, 然后Servix,这个是宫颈癌,宫颈癌,它的这个,呃,最大的这个致命因素是什么呀, HPV病毒是不是,情况带来的HPV病毒,感染, 然后头颈癌,就是灵癌类型,那么它的主要的因素是, 一个是歇,然后还有一个是病毒,比如在广东,很多的这个鼻胱癌, 这个是由于这个EB病毒导致的, 然后还有这个Corrector,就是那个节制肠癌, 主要是从饮食里面来的那些致癌物, 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突变率比较高的,都有共同的特点, 也就是它的危险,主要的危险因素,都是致癌物, 致癌物,也就是由外界因素引起的癌症, 这个比较多,但是内在移植也有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也有很多测这个肺癌的风险的, 胃癌的风险的,像这样的一些业务吧, 如果你的内因比较高, 而外因又有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患上癌症, 所以说我们内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你没办法改变你的基因组, 那么你就只能通过, 你知道你容易患上癌症之后, 你就尽量要避免这些,避免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癌症, 它的这个突变率低很多, 比像肺癌之类的低十倍还不止, 比方说急性水性白血病, 啊,还要包括像这个breast cancer, cadney cancer,像这样的一些乳腺癌和这个肾癌, 还有这个,呃,这个prostate,前提腺癌癌, 脑胎癌,像这样的一些癌症, 我们可以看见它突然就很低, 也就是说在这些癌症里面, 基本上找不到,基本上是找不到什么drival mutation的, 那没有drival mutation, 你就没有办法去用马蟹药了, 就比方说,像这个白血病, 基本上你是没有什么靶腺癌可以用的, glyway它实际上是也是阻断一个途径, 它也只是对某个分型是有用的, 那不是对所有的白血病有用, 鲁腺癌里面, 鲁腺癌四大分型, 这个四大分型里面只有Hertu, 行了, 大概占百分之十左右, 这种鲁腺癌病人你是可以, 我发现药物吗, 就是这个叫做赫赛金, perception, 所以说, 像这些癌症, 它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往往是一些血液, 血癌, 或者说是那种, 比方说glyoma, 这种说是比较更基本一点, 并且像这样一些癌症往往, 你会发现他的小孩得这种, 这些癌症比较多, 你什么时候见过什么十几岁的得肺癌的, 基本没听说过吧, 但现在二十岁, 得乳腺癌的一笔结齿, 然后白血病那更是小孩, 搞法的, 家里装修不注意一点, 甲醛多了, 那很容易搞出白血病,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癌症的话, 你就别老想着去找把诚药了, 还是化疗药了, 因为我们精准化疗, 我们也可以测嘛,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Somatic Immutations, 虽然说这次另外一篇文章, 还统计了更多的种癌症, 从突免率从高到低的, 我们可以看见, 所有的Somatic Immutation, 然后我们算一个, None-Somatic Immutations, 就是那种有, 就是非同一图片, 和那个同一图片, 它的一个比例, 我们可以看见是, 基本上都是一样, 说明Somatic Immutation, 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比较随机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见, 真的情况就是, Driver可能有, 可能也没有, 可能有, 可能没有, 但是Pathanger肯定是很多的, 所以说, 你只是找到Somatic Immutation, 意义并不大, 事实上至于, 现在还有研究说, 你Somatic Immutation, 多了那些癌症患者, 它的预抗反而好, 为啥呢, 因为它把很多蛋白石都突变了, 那么这些蛋白石, 如果是在这个细胞的表面的话, 它就有机会被免疫系统所看到, 对不对, 这个蛋白石不对啊, 不是我的啊, 好, 攻击, 然后就把这个, 就干掉了, 现在PD-1, PD-1, 现在这个免疫, 这个免疫疗法, 不就是原理就是这个吗, 是吧, 还要包括Carty, 这种免疫疗法, 都是训练, 你的免疫细胞, 然后去发现你这个身体里面的那些, 癌细胞表面的那些突变朗的抗原, 然后识别, 然后把它干掉, 这是免疫免疫良好的原理, 所以说, 这个时候Somatic Immutation, 光测读Somatic Immutation, 你能不能意味着什么, 这个这一点是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不负责任的这个, 医药机构在宣传, 对于这个Somatic Immutation, 有些不整体的宣传,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机组突变, 少年对于这个疾病的, 另外一大类应用很重要的, 就是出生缺陷, 出生缺陷里面, 又很重要的一类就是, 三体困体, 大家都知道唐氏中国症, 对吧, 这个因为你们以后, 也是要结婚生娃, 所以这玩意儿, 不可能不完祖, 那么在中国, 出生缺陷的比例是5.6%, 就是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啊, 就有出生缺陷了, 这个出生缺陷是什么, 你一眼都看得过来的, 还不算是那些, 什么个别基因突变的一点, 你长得丑一点, 什么的, 不算了, 都是那种一眼都看出来不正常, 那都是比较大的问题的, 基本上来讲都是燃体上出的问题, 那么像21三体, 我们说这个唐氏中国症, 这个是我们最熟知, 并且它的发病率是, 也不能算最高, 但是也算是蛮高的一种, 千年缺陷, 还有其他的像18三体, 9×13三体, 都是看照片都蛮恐怖的, 然后那就是燃子体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就会出现了大的问题, 于是我们用糖塞的那种方法去, 糖塞的那种方法去想检测, 但是实际上传统糖塞, 它是在那个测母体血清里面的几种蛋白质, 测蛋白质往往是不太靠近的, 所以它有很高的一个甲氧性率, 甲氧性那不至于, 但是甲氧性率很低, 但甲氧性率很高, 甲氧性率高有什么, 就是甲氧性率高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本来没这事, 我告诉你, 哎, 你这小孩可能有那个二十一三体, 作为孕妇来讲, 你看他就得多紧张了, 对吧, 然后叫他去做穿刺, 然后要等结果, 然后这个很焦虑的, 对吧, 最后结果出来, 大部分都是没事的, 但是你就让, 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 甚至两个月的时间, 你要在这种焦虑中度过,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要把这个孩子打掉, 然后又会,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一天有研究表明, 就是孕妇在你怀孕的时候, 如果有长期的精神紧张法, 生出来的小孩, 小孩的行为也是有点问题的, 他生出来小孩之后, 小孩的那个比较容易多动啊, 易怒啊, 像这样的, 就是行为上面就不太, 就不太好, 所以实际上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 于是呢, 人们想, 就是有没有一个办法, 可以更早一点的去, 就是去检测这个事, 于是呢, 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卢维明教授, 他是无常场景的千驱, 就发现了, 他首先发现的是胎儿的这个DNA信息, 会在农体血液中存在, 那么在怀孕12周以上的话, 农体中的百分之十, 大概百分之八到十的, 这个cell free DNA, 是来自于胎儿的, 于是呢, 我们可以理由上可以抽一段取, 然后呢, 去从里面去进行测序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REAS, 往这个基因组装做mapping, 然后堆REAS, 然后如果说这个小孩是有二十一三体的, 那么他的这个212两个体上的REAS的密度, 就会增加, 是不是, 它是1.5倍, 对不对, 但是又只有10%, 所以的话, 就不会变成1.05倍, 在这个母体血液中的REAS的密度, 就会变成1.05倍, 1.05倍和1, 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好地进行区分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通过这种方式来, 对, 用完全无创的方式, 就不用去做那样的传刺, 不用侵入死空, 就测母体的这个外周血, 测一关血,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检测, 我们可以看到212的那些, 这是一项先锋性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地方, 还是能够有一定的区分度的, 同时呢, 像这个18号男的体, 也是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区分, 13男的体, 也一定程度的区分, 于是就引爆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巨大的市场, 就是无常单减的市场, 后来在11年左右的时候, 就有一些这个研究, 陆续的文章报出来之后呢, 就开始, 国内就有很多公司, 开始在做这个无传散检测, 像华大, 贝尔沙康, 他们都是在做无传散检测,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这个是以前的华大它的一个报告, 结果就告诉你一个, 213体风险指数, 一个数字你也看不懂是啥, 然后就告诉你进风险, 然后没了, 我们一般来讲去医院, 比方说去抽过去, 做这个雪范围也什么的, 有个报告单, 对不对, 上面告诉你原始结果是什么, 然后它的这个意义是可能是什么样, 他可能会给你解释一下, 然后呢, 如果你不信任, 因为这个东西是机器出来的, 如果你不信任这个医生的这个解构的话, 你可以换一下医院, 你拿这个新杂担, 这个报告单, 换一下医院, 请另外一个医生来给你看一下, 也没问题是吧, 因为它有原始结果, 这个你怎么, 想另外请个人看, 根本没法看, 因为鸭鸭这种没有原始结果, 没什么数据根本不给你啊, 你知道为什么不给吗, 我们曾经真实地拿到过他们的数据, 我这么解释, 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你抽了一碗血之后, 他的医院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他要送到华拉去, 或者送到Barros去, 对不对, 一般医院都是要攒一大堆的血, 然后一起送, 送的过程, 就会, 就有可能会发生溶血啊, 这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不对, 或者会降解啊, 这样, 长途运出, 我们自己的样品, 从广州运到北京去, 8%降解, 这还是在很好吧, 这个保护的情况之下, 还有8%降解, 你更别说那个医院里面, 随便给你挖一弄一盒子, 然后随便找快递就寄走了, 那那个暴力快递, 大家又不是没见识过是吧, 就马上双十一了, 估计大家可能又会被那个暴力快递踢吧, 你送过去了那个血样, 普通你做生化检查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是做测序的话, 这就是另外一碗事了, 如果你发生浓血了, 血细胞进去了, 血细胞的DNA就会冲淡, 本来就已经很少了胎尔的这些DNA了, 对不对, 那你还能测准吗, 显然就很难测准, 所以它不敢给, 它一般是不敢给原始数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技术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14年的时候, 有这个权威的这个医学大师, 新英克兰医学, 还有这个科技能够的Chemistry, 这是医学检验方面的一个权威大师, 发了两天文章, 说这个21三体的这个物诊率, 是0.1%到0.2%, 看起来很低, 是吧, 但是我告诉大家的是, 中国真实的21三体的储存率, 2011年是万分之二, 2017年是万分之十五, 也就是说物诊率, 就跟发明率, 是有了一拼的, 甚至比发明率还高, 你觉得这样的检测有多少亿, 都没有多少亿, 当然这个原因有很多, 包括这个样本的这个运输的降词, 还有这个算法的问题, 等实验的问题, 这些都是, 但是呢, 总有的人说, 我能够避免, 我做这个无上残疾, 我能够避免羊血穿刺, 不是号称这个羊血穿刺, 会有一定的流产率吗, 谁也不想这个流产率, 摊到自己头上组织, 但是呢, 今年的一项研究, 这是法国的一项研究, 然后, 他找了, 他找了2000人分, 随机分了两个组, 一组呢, 接受这个IAPP, 就是无上残疾, 然后另外, 另外一组呢, 接受羊血穿刺, 统计流产率, 都是0.8%, 没有差别, 而法国医生的手法, 其实挺差的, 我们来看一下, 羊血穿刺真实的流产率, 这是官方发布的结果, 美国是0.2%0.3%, 中国是1%0.5%, 大概这个方便, 有时候比法国医生的手法要好, 但是, 这个IAPP, 它就是抽血嘛, 对不对, 抽血这个, 我相信各国的医生都不会有, 手法不会有任何差别, 都会有百分之一百, 也就是说, NiPT, 它并不安全, 羊血穿刺的风险可能更低, 因为什么, 羊血穿刺的技术一直在进步, 而抽血, 50年前抽血, 跟现在的抽血有啥区别,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检测效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Other normalis, 这个, 基本上检测不出来, 也就是说, NiPT, 它也就只是在二十一三级上面, 还算是有检测效率, 仅仅是有检测效率而已的, 不保证准确, 但是起码来讲, 这个检测比物检测还是有点异, 在其他的染色体上面, 检测跟物检测没什么差别, 所以, 前一个半年前, 不是半年前, 7月份的时候, 7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就是滑大癌变的事件, 就是由自媒体首先抱出来的, 虎秀上面, 首先抱出来, 7月13号,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做了这个无创残检, 它没有去做染色传刺, 因为无创残检测了之后, 说DV, DV他就不去做染色传刺了, 结果他生下了异常的小孩, 增加十三体的异常儿, 我们从刚才的这个结果里面, 看到了什么, 他生下十三体异常儿, 这么正常啊, 很正常啊, 对吧, 因为, 无创残检这个技术本身, 除了对二十一三体, 就很好, 有相对比较好的检测效率以外, 对其他的人的体的这个异常, 基本没有什么检测效率,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胎儿不是二十一三体, 那么是藏不出来的, 而杨费穿刺是什么, 你穿测完了之后直接图片, 大家应该做过这样实验的, 反正我们当年是做的, 这个是考虾三米细胞培养了之后, 然后进行鸦片, 鸦片了之后去看人家的基险带, 这个你们也应该会做, 分子中学或者遗传学的实验应该会做的, 基险带, 那么杨费穿刺之后就把胎儿细胞培养了之后来进行鸦片, 来看, 像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鱿鱼做了无双产检, 然后最后剩下了唐氏中学任换来的, 这种这种家庭在广州这边就有几百个, 他们还自罚地组织了这个唐氏, 唐氏正协会, 来进行铺住, 我也曾被邀请过去看过, 那真的是, 我其实手机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视频, 但是不想放出来给大家, 因为真的是看得太不忍心了, 所以出了这事之后, 那是七月份出的事, 对不对, 到三天, 四天之后, 华大基金股价三个甩卖无人, 然后到了十月份, 股价跌了八成, 因为这是华大基金唯一一项赚钱的业务, 是这个样子, 投资者对这些东西是最敏感的, 那些投资者就不亏, 大家如果去看我几年前的这个上传视频, 就会看到我几年前其实就已经预言到这个情况, 所以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准确, 各种各样的不准确, 然后现在这都应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RTT从2012年开始, 大规模过推广, 一直到现在, 事实上它并没有降低中国糖尺二的出生率, 这一篇研究是比较早, 有比较早发表了, 2012年发表了一个, 是在中国962万亿产服务的一个样子, 这属于是相当相当的大的一个人群, 一个调查, 从96年统计到2011年, 糖尺的发病率, 注意是发病率, 就是说我们检测到就算, 不是说一定要生下来的, 大概来讲是在万分之二左右, 我们可以看见, 平均来讲这个实现是欧巴欧, 万分之二左右, 当测到是由糖氏胎儿的时候, 超过90%的孕妇, 大概在90%至95%之间的孕妇, 选择中持人数, 把这个胎子打掉, 因为你最后把它生下来, 这还是一辈子可能就不能自立, 给家庭, 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所以这个是真实的一个状况, 所以真正生出来了以前, 在2011年以前, 真正生出来的这个糖氏胎儿是很少, 但是我们看在2017年的数据, 当年中国出生总人口1723万, 糖氏胎儿2.6到2.8万, 也就是说出生率是十万分之一百五十亿, 原来是什么, 万分之二就是十万分之二十, 这其中其实只有十分之一的, 不到的小孩会生出来, 也就是说实际的糖氏胎儿出生率, 应该是在十万分之二十, 而现在呢, 这个IPT大起提到了之后, 反而是上升了多少倍, 如果我们重返这个十万分之二, 还是算是上升了几十倍了, 为什么, 当然有一个部分的原因是, 我们现在的会, 人生这个糖氏胎儿的发病率就比较高, 现在的这个大约都是很晚结婚, 然后很晚生娃儿是不是, 然后还有生二胎儿的, 我曾经, 我前两年有一次出差去北京, 坐了那个滴滴的那个滴滴快车的那个司机, 四十九岁了, 然后他说, 二胎刚放胎, 我们想再要一个, 就是这种高龄的, 他这个司机那个男的, 四十九岁, 他老婆大概是四十七岁, 想要二胎, 他一胎都已经上高中了, 然后他就要, 胎儿二胎, 你想想, 他这个威胁有多大, 我不是说他那个其他方面有威胁, 我就说, 这个先天激情的这个概率就会不少了, 但是有一个,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检测够给力的话, 我们能够检测出, 你的这个胎儿是有问题的, 然后你会, 绝大部分人会选择中止认识, 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 这么多小孩被生出来了, 是大家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他就有问题的, 生出来了, 为什么他不知道呢, 就因为过度的去迷信无双产检, 他做了无双产检之后, 尤其是高龄产物, 他怕那个嘛, 怕流产啊, 对不对, 在一些机构的忽悠之下, 他说这个, 这个, 这个摇水穿尺的流产率高达1.5%啊, 甚至2%啊, 一听吓死了, 赶紧花好多钱去做无双产检, 你看DV, 哎呀好高兴, 然后就捕捉亚美穿射了, 于是, 最后就剩下的, 所以说, 无双产检, 这个统计数据, 其实已经可以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说明, 无双产检其实是害人的, 因为它不够准确, 不够准确的话, 那么人们的医疗选择就会被误导, 那么这显然是与这个提高人口素质为了而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欧洲, 欧洲是比较保守的, 它一个系数如果没有被经过充分验证的, 它们是不会大过我们的采用的, 我们可以看见欧洲从93年一直统计到现在, 它的这个, 这个唐氏中和证的发病率, 基本上是都在稳定的这个水平上, 大概是十万分之六十左右, 而中国十万分之一百五十一在这, 高得多对吧, 高得多, 那么欧洲, 欧洲那边, 它们是几乎是全民做过这个, 这个这个羊肉串子, 所有孕妇都来做, 所有孕妇都来做, 然后呢在欧洲, 如果大家检测出自己胎儿是有这个问题的, 也会终止人生, 于是欧洲用这种方法, 就是大家全民来做羊肉串子的方法, 几乎已经消灭了唐氏中和证, 这不是我下说的, 这是人家的报道, 你看, few countries have come close to eradicating 刚 syndrome birth as Iceland, 在冰島, 去年只有两例这个唐氏中和证的话, 而出生, 而且这两例都是被检测出来, 但是这个孕妇自己坚持要生, OK, 那要让它生下来, 如果他们都选择要流产的话, 那么这两个都不会生下来, 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看, 孤创层前, 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比较不靠谱的东西, 大家以后, 如果要生瓦的话, 或者说你们的亲戚, 有人要生瓦, 告诉他们, 去不去住, 想不想花这个冤枉钱, 随便, 土豪行随意, 但是结果别姓, 老老实实去住川市, 尤其是高龙城, 但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现在赶紧的结婚, 生瓦, 那么你的这个先天的这个衣裳的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 而且你们以后走向社会就知道了, 现在是你们整个人是你们最闲最自由的时光, 一点都不夸张, 现在真的是你们一辈子里面最闲最自由的时光, 之前不闲不自由, 后面也不闲不自由, 这个时候最自由的, 所以趁这个时间赶紧把娃生瓦, 我就是生瓦了呀, 所以跟大家说, 这个瓦了的话, 你看现在不孕不遇了多少, 现在不孕不遇了, 20%, 然后你去那个不孕不遇, 那个专科门者, 你去看一下排队有多少, 我就不说了, 这个基拉旁边有那专科医院的, 带你自己去看, 那排队有多少, 无妆产检, 无妆产检它检测的是21三体, 21三体就属于燃料体一场, 松的一种, 那么燃料体一场还有很多其他的, 我们在分子松的学里面都学过, 有这个什么deletion, duplication, inversion, insertion, transportation, 这些, 这些就是, 这些人体区段的多了一个, 少了一个, 然后保卫了等等, 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这样一些问题呢, 不能通过测区来解决呢, 可以的, 而且是可以一网打聘, 那么其中的很重要的一种, 就是CNV, Copin-Number Variation的这个检测, 考费数的检测, 那么21三体实际上, 我们检测的也就是21号人体上, 它那些基因的考费数, 多了一个, 我们就知道它是21三体了,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癌组织和正常组织, 自然没有经过任何降噪的情况之下, 没有经过任何降噪的情况之下, 它的一个,每个点代表一个基因, 它的一个coverage per million reads, 就是它的那个reads的那个密度, 自然没有任何的这个, 校正和降噪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这个正常组织, 平均来讲就是一条线, 常男子体是二, 性男子体是一, 这是男性, 如果是女性的话, 这X男子是两个, 那么你看这个癌组织, 这是同一个人的癌组织, 我们可以看见, 有地方就低一点, 有地方高一点, 对吧, 有低有高的, 我们这可以, 已经可以从这个上面, 已经可以看出来, 癌组织里面, 它这个基因组, 由于基因组不明显, 那么很多基因是多一个少一个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全基因组, 这个由于它的这个信息量, 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呢, 它这个就比较平均一点, 然后这是全外, 外面子的, 直接如果不做任何降噪和校正的话, 是比较难看出这个, 比较难看出它的这个状况的, 但经过了, 经过了合理的降噪和对噪之后, 我们可以把全外层子组的, 这个, 这个图变得好看很多, 这个是最近, 最近这个实际上也是成起的一个客户, 在台湾的客户, 发了一篇文章, 里面它测的是BMI, 我们可以看到, WBC是这个白细胞, 这是正常的, 正常的话, 那个Covid number是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这些病人的BMI的组织, 我们可以看见, 都有大量的高二D的Covid number variation,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4号病人, 他取了两块癌组织, 我们可以看见, 两块癌组织, 它的CNV的状况都不一样, 你看, 上下对比较, 这个CNV的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同一个人的, 不同的癌组织里面, 它的基因组的状况都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 这是肺癌, 就是这个上面这两个是肺癌的, A549, 肺癌的Covid number, 我们可以看见, 是已经是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1299是一个中默系的非常恶性, 恶性成分非常高的一个癌细胞织, 我们可以看见, 它这个基因组的CNV, 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 非常恐怖的, 即便是正常的, 我们用作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细, HbE细胞细, 当然这个设计质量有点差,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仍然可以看见某些情况还是有这个CNV的, 还是有CNV的, 真正正常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体做的, 就是给正常人做的体检, 这个健常化体检,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 这是非常好的一条线, 所以说, 即便是正常的, 所谓的正常的细胞细, 它都不是很正常, 这个大约在做研究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点, 如果你用一个正常的细胞细的话, 它的基因组有可能都不太正常, 在CNV这个方面, 然后CNV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就有多大呢, 说大也大, 说大也大, 说不大也不大, 它的关系呢, 大概也就是12%的样子, 也就是有CNV并不一定,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表情, 所以说, 真的说去做CNV你是需要, 前期有很多论证工作的, 因为做CNV的话, 你必须要做前期的细胞细, 或者是做全外线细, 而且你做研究的话, 肯定不是一个样, 有很多个样, 那么这样的话, 成本就很高了, 然后基因重排怎么测, 基因重排是用双端测序的方式来进行测的, 因为我们说Illumina, 尤其像Illumina或者BGI的那个测序平台, 它是可以做双端测序的, 如果说我们建库建了3500, 然后每边的话, 大概只能测150或者是100, 甚至50,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 如果说有A燃脏体和B燃脏体, 它有一个重排点, 那么我们总会有一些, Riz是跨几点点的, 对不对, 跨重排点的这个例子, 然后做Mapping的时候, 因为我们开始并不知道, 做Mapping的时候, 我们是往普通的燃脏体上面进行Mapping, 然后就会发现有的Riz是, 一端是Mapping的A燃脏体, 另外一端是Mapping的B燃脏体, 如果我们发现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认为已经找到了一个, A和B燃脏体的一个一个简介点, 当然了, 我们也需要做一下诊计, 才能够排出一些假阳性的情况, 那么这个是肺癌病人, 两个肺癌病人的这个重排的情况, 当然可能说明率也不太高了, 但我们看到这个白色的点就是重排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点是什么呢, 这个点是9号燃脏体和2号燃脏体, 发生了一个重排, 然后在这个病人里面, 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点, 1,2,3, 这是对称的, 1,2,3, 有三个这个重排点, 那么它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燃脏体的新移体, 其实这种图上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确实也有一些疾病是, 包括癌症, 它是与这个金融所的重排是有关系的,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一块, 一块特殊的应用呢, 是这个法医上的应用, 这个与大家其实每个人都, 也都是有关系的, 因为现在比方说禁止监定, 是吧, 也挺多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像中央大, 我曾经去过中央大学, 那个法医务生电竞工厅, 那个大厅里面, 好多人啊, 为什么呢, 现在做禁止监定的人很多啊, 为什么呢, 这个大家自己牢补吧, 但是比做禁止监定这种狗血的, 狗血去更加要命的是什么, 是冤案, 近年来被曝出来冤案很多, 对吧, 比方说很有名的故歌案, 本来不是他, 他这个强奸的人, 非要说他是强奸的人, 是驱打成高, 最后被枪毙了, 过了十几年之后, 真凶服输水面, 就很冤, 是吧, 大家都不愿意这种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吧, 但是你去看这样的新闻, 现在还是很多, 所以从破案出来之后, 公安部下一个死命令, 凡是命案, 一定要有误证, 一定要有DNA证据, 不然没法定案, 那么在凶杀案现场, 或者是强奸案现场, 往往人们是不太能够 及时地收集证据去报案的, 或者是, 有的时候是杀人抛尸, 多少年之后才被发现, 那这个时候, 死品高度复赖, 甚至只有一堆白骨, 埋在深山里面, 这个时候想提取凶手的痕迹, 是极其困难的, 通常的, 我们做庆职验令, 做个人身份识别, 在行政上面, 都是用STR的方式, 对吧, 短串点重复区别的方式, 大概是有300到600BP的这样一个区段, 开这个重复, 重复序列出现了多少次, 用这个东西来判定, 但是在很多的这种凶杀案现场, 或者是刑事案件的现场, 你是很难提取到这么完整的DNA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呢? 可以用S&P的方式, 来进行个人身份识别, 那么我们做的一项, 之前做的一项事情, 15年的时候, 我们做的一项事情, 是鉴定了中国缅甸远征军的, 这个73年以前, 乱葬于领外的, 这个遗骸的DNA, 这个是在远征军风纪, 这个是蜂蜂卫视, 蜂蜂卫视做的一个纪录片, 大家可以去看, 这里有二维码, 然后在16年的话, 这个全国访谈节目, 也专门就这个事情来专访我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视频, 那么这个远征军一海的全景有天空, 他的这个背景是, 他的背景是在二战的时候, 中国为了保住这个殿免边境的, 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条能与外沟通的这样的一条道路, 为了保住这样的一个生意线, 派了十万的将士去缅甸队入住的, 绝大部分死在那里, 然后遗海, 这是当时他挖出来的这个遗海, 遗海是乱葬在野外的, 当时你可以看见, 后人的活动痕迹是很多的, 这在一个垃圾坑的下面, 发现了一个当时的这个墓园, 然后看这个是一个小学, 他的这个操场上面, 这个地方标记了, 这个下面是有这个墓园的, 那么73年, 在热带地区, 那美军越南士兵正往24年, 海股已经没有办法用SDR进行建立了, 而且后人的DNA会更完整, 附着于海股厂, 你看这个, 对吧, 这些垃圾里面的东西会水雨水下盛, 所以说传统方法测到都是后人的信息, 那么我们就用, 因为它都断成了很短的片段, 对不对, 于是我们又想了很多的办法, 去把这些短的片段, 非常非常少的短的片段, 去给它弄出来, 然后进监控测序了之后, 我们不但是测定了它的这个身份信息, 同时我们是把它全基因组都给测出来, 那么注射基因的中恶覆盖度达到30亿层, 也就是说它的全基因组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想看什么就可以看, 也就是说用这种技术, 用于凶杀按个现场的这种, 你就算几十年之后, 你抛尸野外几十年之后, 一样可以建立出这个人的血缘, 然后呢, 我们来讲就是微生物的这个, 微生物的这个方面, 微生物测序, 种群的测序, 主要是用16S方法来进行测序, 这个编子比较老啊, 我们看了16S, 每种细菌, 它的这个16S, RMA, 这个区域是高度保守的, 那么它有V1到V9, 9个可变区, 每个物种是不一样的, 然后中间的这些地方是高度保守的, 几乎所有的系统都一样,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保守区团内设计引入, 然后把这些片段给批出来, 批出来之后, 然后就可以进行测序, 测序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些可变区的这个序列, 然后和助于呼吸引体, 我们就能知道, 在这样的一个样体里面, 它含有多少种不同的细菌, 虽然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可变区都扫出来, 一般的种V3V4, 甚至是仅仅是V4区, 就已经足够判定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拖液, 拖液里面, 我们看口栅里面有多少种细菌, 很多的细菌是不可培养的, 用这种方法我根本不用培养, 直接提了之后, 一批, 批完了之后, 测序了就可以知道了, 然后呢, 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检测到非常低含量, 但是它却可以是致病性很强的这种系统, 那么这个东西, 当然就有很多用, 比如说在生态上面有很多用, 还有这个, 大家这个什么, 现在比较火的那个肠道微生物, 是吧, 说这个, 为什么检费检不下去, 就是因为你肠道微生物的具体不太一样, 所以有那个吃祥疗法, 所谓的粪菌移植, 就把那些瘦子的那个大便移植到你的肠道里面去, 所谓的吃祥疗法, 还真正有用啊, 不过这个有点中口味, 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更中口味了, 就是, 就是, 处难鉴定, 处难鉴定, 这是发了文章的啊, 发了文章的, 处难鉴定,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策的是什么呢, 男性龟头冠状钩里面的那个, 那个表皮上面的这个龟头菌群, 当你发生过性关系之后, 女人的阴道里面的那个菌群, 和这个男人表面的菌群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发生过性关系之后, 哎, 它的菌群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看得了, 明显的变化, 而且, 阴道性交和刚交, 它所边缘的这个环境是, 哎, 我们都讲科学啊, 我们讲科学啊, 严肃点, 严肃点, 阴道性交和刚交, 它所面临的微生物环境是不一样的, 所以, 它们的这个, 改变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 来, 区分, 性交的内心, 你这个有什么用的, 用处非常大, 等你如果是被卷入一场强奸案的话, 你可以证明你的信败, 当然, 如果说你之前已经搞过N多女人的话, 那就不了你了, OK, 好, 这个车想要到这里, 那么在这儿呢,